关注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月头社新闻 首先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与胡志明市市委常务委员会和主要领导 举行工作座谈会 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平明 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 举行双变会晤 天曲天琴俱乐部 为维护各民族文化特色做出贡献 来看详细内容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 9月23号就越共胡志明市第11届大会 越共十三大召开之后 和2022年前8个月 该是社会经济发展 股房安全党舰等方面工作的执行情况 以及进口的任务部署方向 与胡志明市市委城务委员会和主要领导 举行工作座谈会 在2022年2025年任期 胡志明市党委制定了经济社会发展 国防安全等22项指标 并提出了9项核心措施 在许多方面取得和喜成果 软副中总书记在会上明确指出 胡志明市应下定决心 既不推进改革 更加努力 更好地发挥东南亚乃至全国火车头作用 和强劲发展动力 无愧于以胡伯伯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注容 软副中强调 为了成功实现各项战略突破 发展体制 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上的障碍和瓶颈 胡志明市应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改革 和增长模式创新 强化制度监设 使党的路线和国家的发展 更加贴近胡志明市的情况和具体条件 软副中建议国会、政府、各部门研究 并与胡志明市配合 本着胡志明市为了全国 和全国为了胡志明市精神寻找措施 为胡志明市更加快速可持续发展 创造最为便利的条件 23号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主持召开了题为 数字化转型 在新纪元中合作社和合作经济发展动力 的2022年合作社和合作经济论坛 范明正总理表示 数字化转型是必有之路 是发展的客观要求 数字化转型有利理顺国家 社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推动经济增长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 减少企业费用 改变各行业运行管理方式 以增强管理能力 先起接触应用和数字化转型 是符合越南人勤奋 好学 灵活和创新的品质和能力 以此同时 集体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党 国家和发展伙伴的关注 是当前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 扎实所削 并符合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 范明正总理表示 集体经济是重要的精致成分 需要获得巩固 同国有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坚实基础 因此集体经济的合作社 续主动改变生产和经营方式 实施数字化转型 以适应于新发展形式 约同社驻联合国记者报道 在纽约举行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 当地时间9月22号 越南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平明 出席了由美国总统乔拜登主持的招待会 并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 举行双变会晤 范平明会见了古巴共产党中央政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 范平明对古巴所提供的新冠疫苗表示感谢 建立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在国际组织 和多变论坛上的协调配合 深化两国在金妈投资的合作 范平明在与印尼外长雷特诺·马尔苏迪的 徽欧时强调 并在此强调了东盟团结精神 和东盟符合国际法 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有关东海问题的一致原则 在会见美国地赴国请温迪·谢尔曼时 范平明建议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对话 高度评价并建议美方继续为越南开展 战后重新工作 推进数字化转型 经济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提供支持 温迪·谢尔曼强调美方承诺继续支持 越南应对气候变化和克服战争后果 之前范平明副总理还会见了美国驻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大使辛迪·麦凯恩 22号 范平明副总理出席了有美国商会 美国东盟商业委员会 以及美国企业联合举办的座谈会 范平明强调 越南将继续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 进军越南市场创造便利条件 美国企业表示 越南是东南亚潜力巨大的市场 希望能与越南在数字化转型 能源转换等方面展开合作 23号在河内 越南外长裴清商会见的来月 出席第十次越南与蒙古国外交部副部长 及政治措商的蒙古国外交部副部长 巴蒙克金 裴清商外长对越谷两国传统友谊 不断发展表示高兴 并要求两国外交部 积极发挥牵头作用 锁进部委、部门和地方的合作 贯彻落实双边和渡边合作内容 特别是在经贸投资合作领域 裴清商强调 双方需继续密切合作 寻找增加两国双向贸易额的机会 他建议蒙方重视 并支持越南派遣劳务人员赴蒙古工作 巴蒙克金副部长同意加快谈判 尽快签署越南贡贸部 与蒙古国食品、农业和清工业部之间的大米贸易量解备忘录 同时进一步推进两国教育文化交流 越南国家银行行长阮士空近日透露 国家银行坚持根据确保宏贯经济稳定的目标 采取货币政策的管理措施 但稳定不等于固定 而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昨晚加息后 全球多国货币对美元汇率贬值 其中月段仅贬值月3.8% 截至9月21号 美元与去年底相比增长了15%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9% 在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的背景下 月段仍属于本地区乃至全球贬值幅度最小的一组 越南国家银行行长阮世红认为 新冠国际组织预测 2022年越南通货膨胀率可控制在4%以下 但宏贯经济管理的最大挑战仍然是抑制通货膨胀 为维持汇率 国家银行正采取多种干预措施 其中包括通过卖出美元的措施 长期来看 美元将早日起稳 保持汇率稳定 将有利于保证了核心通胀率的稳定 据越南购买部预测 凭借这段时间 越南进出口的增长速度 今年越南购物进出口金额 有望突破7000亿美元的达官 今年前8个月 越南购物出口金额达于2500亿美元 同比增长18.2% 主要的出口购物都实现高速增长 值得意义的是 38.6亿美元是今年8月份 越南的贸易顺差 将越南前8个月的贸易顺差提升到54.9亿美元 手机和麒麟配件 以出口金额60.9亿美元 环比增长39.4% 继续保卫榜首 紧追其后 是电子产品和麒麟配件 以及纺织品服装 分别环比增长25.4%和10% 取得上述结果 除了企业本身的努力之外 还取决于政府有关产品多样化 和出口市场扩展的及时指导 按既定计划 2022年越南大米出口 达约630到650万吨 高于2021年10到20万吨 今年前8个月 越南大米出口量达约479万吨 预计最后4个月出口量 达约150到170万吨 如果不出意外 2022年越南大米出口量 将完成和超额完成既定计划 2022年前8个月 越南大米出口量达约479万吨 同比增长20.7% 出口额达近24亿美元 同比增长10% 多年来 越南的大米出口市场 主要是亚洲国家 占50%以上 其次是欧洲和美洲 之前越南的第二大进口市场的中国 每年从越南进口的大米占30%至40% 但今年前8个月 越南向中国的大米出口量仅达于52万吨 占越南大米出口量的10% 出口额达近2.7亿美元 同比下降29% 各位观众 为了传承和空洋天曲天琴文化遗产价值 宣光省天曲天琴俱乐部得到了相扣成立 通过天曲天琴俱乐部 向年轻一代传授传统记忆 致力于保护与空洋这门传统艺术的价值 中安乡关夏村的谭清贤女士虽然年纪小 但她热衷于民族文化的传承 凭借帮助青年一代维护民族文化特色的愿望 2018年谭清贤女士在关夏村成立了天曲天琴俱乐部 俱乐部从当初的8名成员已赠至了目前的20名 在谭清贤女士的传授之下 许多青年成员已学会了弹天琴和唱天曲 有些年纪大的成员经常参加表演 与其他地方进行交流 为游客提供服务 我小的时候奶奶和母亲常给我唱天曲 以此来激发我对这门艺术的兴趣 我希望这门艺术能够打造成为本省的旅游招牌菜 信四面八方游客前来体验 助力当地居民增设祝福 新光省目前共有50个天曲天琴俱乐部 吸引当地众多艺人以及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参加 从而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特色 为提升当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做出贡献 天曲俱乐部的发展不断满足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精神生活 的需求营造健康的文化环境在调动社会化资源实现传统文化遗产价值保护 于顾洋工作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目前信光盛天曲俱乐部已建立的特色节目名单 把天曲打造成为破具特色的柳产品 12月13号早晨 两个国家混组织将越南戴族农族和戴族天曲演唱仪式 列入人类废质文化遗产代表所名录 表明了该遗产的巨大价值 为丰富人类共同的文化保护 做出了贡献 2022年动静国际电影节 主竞赛入围名单已经公布 越南电影导演裴树专 和制片加城市碧玉制作的影片 《摧残的灰烬》 是越南成功入围的首部电影 主委会透露 《动静国际电影节》 将从107个国家和地区的 1695部影片中 选出15部影片入围 改变是软文四作家 两部短篇小说的影片 《璀璨的灰烬》 将同其他国家的14部影片 同场角逐 影片的故事背景 设定在越南金欧省某寸 采用大量电影元素 诉说有关三个妇女的爱情故事 按计划 东京国际电影节将从10月24日到11月3日举行 近年来 新河省文化地域旅游部门已将战族舞列入雅壮市普纳加塔一级区定期表演节目单 为当地居民和游客提供服务 噩诺独自的战族舞被视为来到雅壮这个海滨城市的国内外游客必不可少的精神事物 舞蹈演员都是战族人 他们来自宁顺省宁浮县浮明镇梅叶村 该一季区拥有战族人的独特建筑风格 距今已有1200多年 每年该一季区吸引数千名游客前来参观战败 他们的舞蹈模仿日常的劳动生活 如山舞 阴阳舞 天女舞等舞蹈 战族人传统音乐中的乐器主要有三种 包括萨拉奈馆 巴拉嫩鼓和机能鼓 每次表演都会使用三种乐器 为游客提供服务 来到该一季区 游客将甚深地感受到朴素无华 而破具特色的战族人及其文化精神生活 婆娜家塔是古代战婆王国的独特艺术建筑群体 在第八世纪到第十三世纪期间建造的 这里是供奉战族满足婆娜家女神的宗教重心 到第十七世纪得到越南人民 继续爱心维护及供奉天意安娜生物 婆娜家塔是越南籍战族文化交流